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距離我們的X改已經過了兩三四個禮拜有了吧 我一直都沒有來玩我們優化過的ARC每週任務 那其中像是我們的 悔夢者好像改最多 他已經不叫悔夢者 他已經叫新的名稱了 然後像阿爾卡納他也有改機制 是你一萬分就會自動離開 對那沒關係我們就把所有的ARC任務全部都玩過一遍 他原本是每日他已經變成每週了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大家就是如果有空的話可以來玩一下 因為畢竟他已經不是每天結 他就是你只要結了 然後你就是你如果等級到了你就跳過跳過跳過 那你就把這一週的ARC全部都拿完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艾爾達斯的光譜 本週剩餘次數只殺一次 那一次可以拿幾顆呢我不知道 我們就玩玩看 艾爾達斯的光譜好像也有把一些 叫Face的技能給拿掉是嗎 這要怎麼玩我已經解 可以打怪 然後 然後 要不要雷劈回去吧 這要按嗎 那個 那個 攻擊 然後我們把它推 推到邊邊 紫色是兩邊都可以齁 阿 阿那個 紅色藍色就是固定位置 阿在那個期限之內要推掉 不然他碰到就會消失了 爲 他們兩個人也就等到 那邊 都是 那邊 一邊 從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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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個艾爾打之後一直倒數 倒數到0之後就會 恢復到剛剛那個樣子 OK 五關 第二關 這個是 然後等下等他們的防護罩小聲 然後等下等他們的防護罩小聲 等下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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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滅 就剩下去 他們不用多了 works 停 押烈 ул 控制 好 推五隻 順利結束 那我們總共可以拿到個十百千萬 一億八千萬的經驗值 還有十五顆 ARC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挺花時間的 他給我是交換權 但是他不能張號移動 我覺得他這樣做就不錯 因為並不是所有包包都這麼滿 這個你應該就可以自選機要開始 你就不一定要全裝打開 這個很棒 好 那下一站我們去啾啾 這個好像也有改齁 他好像已經不限難度了 看一下齁 對 他就沒有難度了 然後一週也是三次 那玩法應該是不變啦 他只是移除掉簡單一般困難的機制 對 他現在全部都滿機制 一個難度 那看這邊的地圖限制是一百ARC 所以他應該是只保留困難難度 和他的攻擊 一般要成功 哦 好 可以拿到5.49億 差不多是5.5億的經驗值 還有15顆 這個我覺得就可以了 這個我其實玩蠻快的 而且我們本身每日就可以拿16顆 可是我覺得他給我15顆 我覺得沒有太多 但是啾啾的是15顆 我覺得挺不錯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阿爾卡納究竟是變成什麼了 午夜追擊者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他的說明 一個人10分鐘 成三次 還有經驗值 那這是什麼 破布娃娃捉迷場 尋找破布娃娃方法 我會躲在9個房間後其中一個 沒有讓我放家具 當鬼勇士要找誰 補外債又後面不行 消滅誰有怪物喔 好 那應該就是 總之就是 我們 在9個房間裡面 找到他就對了 阿在找他之前呢 把所有怪物 打乾淨 拿家具欸 用這個嗎 好 看來我找錯了 然後他就出一個怪物 拿家具 救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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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 我們可以直接離開 禁止 所以我是要禁止嗎 成功 對他這邊大概有個禁止 然後呢 然後換時鐘是嗎 接下來要找時鐘 時鐘 然後 是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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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可以怎麼靠 是 一櫃 鋼琴 香菇 鋼琴 浩角 浩角在哪裡啊 浩角在 浩角在 浩角喔浩角喔 不對 這邊約合 往右轉 啊這裡 然後 鋼琴 然後 鋼琴 然後在右下角 對 沒錯 然後衣櫃的話在左邊 這是一個記憶大考驗的 鋼琴 然後那個是 音樂盒的法國聲音 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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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a虛l 鋼琴 鋼琴 這往 keato 鋼琴 欸怪物竟然重生了 阿酷了 OK 好 我們玩完了 剛好獲得新成就 我們拿到了 8.17億的經驗值 看一下要成就是幹嘛 200秒內完成 可能還有更好 100秒 150秒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就再玩 我們不要 第一個是椅子 它順序會改 對耶 上面那邊暈月盒 然後這個是進 然後 炮橋 這邊謝謝你 阿椅子 然後 那一個是 炮腳 炮腳我剛剛是否有看到 是不是在上面 欸 這是裡面 這個是 其中 這個是 衣櫃 這個是 箱子 炮腳 看到這件下 我們知道 欸 在這裡 音樂盒 音樂盒好像是在上面 是吧 音樂盒好像是在上面 是吧 相惹 相惹 追 進擊 為什麼怪沒打死會怎樣 那個叫什麼 鋼琴 破了破了破了 那個進門沒辦法 強 要一百秒練打 一百秒是幾乎是2分 所以不差7 他會跟我講我玩多久 應該沒有 好吧 我連一百五十秒都沒有 好吧 所以我就在這招之間玩 OK 那我們換下一站 下一站是阿卡納 阿卡納應該就沒有變化了 對 看起來是沒有變化的 但是他好像 五萬分就會自動破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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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攻略了 看 忽然冠 激動的一堂 那我們只要1萬分就可以獲得15顆 加8.471的經驗值 喔!完全體的完美救援者 這麼貴 喔!一次救出5隻成功救護士 然後要不能被撞到 OK 好!下一戰 下一戰是我們的摩拉斯 新的2個應該就沒什麼變化了啦 但是我們一樣也是把它玩完 對!對!不是它 這個 安哈琳防禦 這...我不確定...喔!不能插輪才能跑 快快! 快! 彈出去 快! 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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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會不會喘 可是...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遍 OK 打完 我們會有11.127億的經驗值 加15顆 不錯 下一站 是我們的艾斯佩拉 是我們的點贊 我們找保護艾斯佩拉 這邊應該是也不能插螺 還有1隻隻蠻 回他這邊有1隻失誤 就4把玩 該好 沿飾 搖降 出生 來擔測 先範圍 再去 一開 第一 一開 遜位 按住做喔 你有擺耶 這個沒有改啊 然後防射塔 防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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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往下調一點 可惜了 高一點點 挺上面的 這邊 差一點 往下一點 再往下一點 好可惜 再往下一點 漂亮啦 相機 打上去 posed 那我們可以拿到 11.16億的經驗值 加15顆 所以他現在就是統一 就是你可以在這個活動 每周可以拿到45顆 那當然還有經驗值嘛 所以我們就總共都拿45顆 那我們今天 來重新體驗 我們ARC每周任務 就到這邊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